还在进行正在紧张的统计 那么包括您说的这个67%的统计数据 也有一些误报 我觉得一些误传 那么我们得到的意见 包括我们网上跟帖各个方面 大家得到多少万条跟帖的话 我想有三个方面的数据 一个的话就是支持 或者是赞同我们规范 通用规范哈字表 向广大群众征求意见 问及于民的这个做法 是绝大多数观众的听众 网民都支持我们的意见 那么比如说我们一个 接到解放军的一个解放军同事来信 他说的这个字表 向全国公众征求意见 这件事情办得太好了 有意义有价值 姚教授您刚才说 这是一方面是人们支持 是支持这种做法 征求意见 另外还支持什么 还支持的就是说 我们对整体的工作 这个程序是支持的 您说的那个67% 网上说的就是说 他是支持这个44个字的微调 这是一个误报 据我们统计到的数字是 绝大多数人都是反对 这44个字微调的 我们也达到的数据 我们将把这个数据 报告给 反映给专家组 请大家放心 那这个就是跟 网络上做的民意调查 那就基本上是吻合了 那最后一个问题 接下来怎么决策 因为我们看到 专家做出来的意见 还有公众反映上去的意见 之间差距挺大的 接下来怎么办 一个就是 我们作为这个 征集意见组 我们会把这个意见 一方面反映给专家 另一方面 上报给我们 征集意见的工作领导小组 那么对于我个人的观点 我看的一个就是 我们要一方面 要遵循语言文字工作的规律 另外一个方面 我们也会认真地听取 社会大多数人的意见 我想就是大多数人 广大人民群众 都不愿意做的事情 我想我们的专家 我们的决策 也会按照大多数人的意愿 来进行决策 这是我个人的意见 非常感谢姚教授 非常感谢 那王教授 刚才姚教授 做了一个非常清楚的说明 首先他说这67 是针对什么的 是针对他们 征询公众意见 这种做法 而且他们调查出来的结果 就是绝大多数 跟网络上的名义调查 基本上是吻合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刚才说 要顺应名义 您怎么看 我觉得 如果说姚教授 我刚才介绍情况 我们综合一下 其实有这么几点 第一就是 征求意见的做法 的确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因为我们的汉 通用规范汉字 其实一直在做 规范和清理工作 那么包括我们原来 还有汉字 有些各种各样的改革调整 那我们看到过去的 这种汉字改革 可能直接是动用权力 等等来影响 来决定 来为我们提供规范的汉字 没有面向公众 去征求意见 我没有发言决定 就是一个受者 所以我们是使用 汉字的使用者 但是没有被征求意见 我觉得这一次的做法 所以公众是肯定的 我也是肯定的 但另外一方面 在这个44个汉字的微条上 的确我觉得是需要考虑 专家所代表的 刚才姚教授讲的 专业 好